西多士這項經典茶記美食 今年越出越多花神 有鹹有甜 有爆漿爆餡的選擇 在西多士介禁激烈的競爭當中 有哪些可以特為而出 這次我們就和大家實試三間 在網上都頗高人氣的西多士 第一間來到鴨利州市政大廈的陳生記 在西多士關注組內人氣高企 它的招牌一口西多士後悲相當好 我們還在關注組內 看到有群組有教路 原來有secret menu 可以加紅豆 如果單點一口西多士就33元一份 加紅豆再加10元 這個堆成一座山的西多士 有大約10塊一口份量 表面有牛油、煉奶 混合了一些花生醬 再加上滿滿的粒粒紅豆 一口西多每一粒和每一邊都炸得很脆 但依然保持到麵包裡面的鬆軟 比起用糖漿或者糖膠 連奶加花生醬就更香 甜度也適中 而這個滴式的尺寸 真是令人忍不住一口又一口吃 而紅豆的口感比較軟綿 亦不會太甜 份量多到吃完西多士 還有剩餘 不過加了10元之後 整個西多士餐就50元 有少少貴 下一間來到深水埗大南街 漢法麵家 這裡除了豬肉麵出名 法蘭西多士也有很多捧場客 就連法哥、曾志偉、Chillam都是座上客 來到看到門口也有很多人排隊 一個西多士 多久一點 現在即是即是 煉奶糖膠 煉奶好吃 煉奶一口 法蘭西多士40元一份 可以選擇加糖膠還是煉奶 我就聽老闆娘推介 叫煉奶 有別於傳統四四方方的形狀 這個西多士就是圓形的 而看起來像薄薄薄 它表面有一塊超大的半熔牛油 加上煉奶 很邪惡 而它炸得很鬆軟 它中間夾著花生醬 而花生味都很香濃 而這個西多士 不是傳統那種 外脆、內軟的口感 而是有點像梳芙里的口感 是軟綿綿的 同時它也有淡淡的蛋香 不過吃完整個 會覺得有少少油膩 最後一間 是在深水埗福榮街的維基咖啡粉麵 它有幾個鋪位 但都坐滿了人 這裡和看法一樣 是出名吃豬軟麵和西多士的 不過特別在它的西多 是駕央西多士 駕央多士就是吃馬拉菜必叫的小食 但是在這麼地道的香港餐廳 如何將這東西和港式西多士結合呢 駕央多士 駕央西多士 駕央西多士 是 幸好姐姐提提提我 差點就落錯單了 駕央西多士20元 看起來和大家想的那種 超邪惡西多士有些分別 這個好像吃了罪咎感都不大 首先它和炸到表面 金黃香菜的西多士不同 它的麵包煎滿蛋漿再煎 外層是焦香微脆 而整個麵包口感都鬆軟 而且它都很重蛋香味 在邊邊位置還有些蛋 而裡面夾著駕央醬 它的質感很順滑 有椰香和斑蘭香 清新而又不會太甜 另外可以自己加糖漿 但就不要像我一樣加得太多 因為整個西多士比較薄 加得太多糖漿 有些把麵包浸得太濕太淋 以上三間都算是在傳統和新派西多士的中間位 我就覺得陳生記的一口西多士最吸引 不論是它的口感 味道和醬料配搭 都是最出色的 大家有沒有好吃的西多士推介呢